关注群聚小讲和历史教育朋友 大家好 我是三喵 一个有温度的学渣 这些卡塔尔世界杯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讲到卡塔尔 他作为史上最弱东道主 他这足球队什么表现 咱们也都看到了 小组在两场结束 提前出去 那卡塔尔这个国家 给人的感觉就是 除了有钱 富 烧钱 好像也没啥存在感 但是 卡塔尔有一张名片 您可能听说过 那就是半岛电视台 在前些年 反恐战争进行的 如火如荼的时候 半岛电视台 经常会播放一些恐怖组织 它的一些录像 比如说本拉登的讲话 斩首人质 等等等等 那您说 这卡塔尔这么一个小国 面积很小 人口只有67万人的 这么一个小国 怎么就成立 并且发展出了 这么一家 有世界影响力的电视台呢 今儿咱们就来聊聊 这半岛电视台的故事 要说卡塔尔建国是在1971年 建国之后 很多年 他在外交军事上 是跟这个沙特 亦步亦去 直到1995年 这卡塔尔王子阿勒萨尼 发动政变上台之后 下决心 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跟沙特分道扬镳 那当然是从经济 政治文化 外交 各种领域 都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走自己的路 当时的这个沙特 外交部门负责人 就建议我们成立一个电视台 用24小时的阿拉伯语 去进行新闻播报 当时阿拉伯世界 还没有这样的电视台 那么卡塔尔王室 就欣然批准了这个建议 而且有钱吧 直接拨了1.4亿美元 作为启动资金 这个电视台的名字 叫半岛 这个半岛是阿拉伯半岛的意思 我们知道这个阿拉伯世界核心 就在这个阿拉伯半岛 由此可见 电视台从建立之初 野心就是不小 就是为阿拉伯世界发出声音 那么1995年筹建这个半岛电视台 到了1996年的时候 邻国沙特阿拉伯 就以特殊的方式 为半岛电视台输送了第一批人才 为啥呢 BBC驻沙特阿拉伯 这边的阿拉伯语的这个记者 媒体因为所谓的草率批评当地的人权状况 遭到沙特阿拉伯这边驱逐 媒体关门 不准报道 那么这些记者 媒体人员顿时成了无业游民 而卡塔尔看到这个机会 高薪聘请他们来到新创的半岛电视台 就这样 这批人成了半岛电视台初创的骨干 他们不但薪水拿的比过去BBC 让拿的高的多 而且卡塔尔这边承诺他们绝对的新闻报道自由 您想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 就这样 半岛电视台在1996年就开始用阿拉伯语在24小时不断的滚动报道新闻 本来呢 卡塔尔王室给半岛电视台的这个设想是五年之后您能自负盈亏 不过一开始半岛电视台的这个报道并没有太大的起色 以2000年为例啊 他们因为是一直坚持这个新闻的品质啊 他们当年整个的这个广告收入1500万美元 占整个他们营收的40% 那剩下的这个收入是什么呢 人家出租设备出租摄像机出租摄影车干这个事呢 对不对 这些收入远远不足以去弥补之处 所以卡塔尔王室每年还给他们4000万美元的补贴 但是即使如此这个半岛电视台还在坚持自己的新闻伦理 那当然他们就是中立客观 那有什么报什么 当时啊日后成名的恐怖大亨本拉登是小有名气 但还不是恐怖界的一哥半岛电视台也去采访他 那么他的这种本拉登的采访的这种录像 半岛电视台去转手卖给其他的电视台 当时售价是采访录像也才10万美元 可是啊一切到了2001年之后就不一样了 我们知道911事件爆发之后 然后马上就是阿富汗战争 这个伊拉克战争 等等等等国际重大事件接踵而至 那么半岛电视台能够作为阿拉伯语的这样的一个频道 在风口浪尖 用阿拉伯人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事情 当然就迅速猖虎 2002年阿富汗战争爆发之后 半岛电视台成为唯一一家 或许入住喀布尔这样的一个外国媒体 那么当然也抢下了很多第一手的这种报道资料 你比如说当地有人去半岛电视台的这个驻地门口 扔下一个包裹一打开里面 呵本拉登的这个讲话 那么这牌录像在再往外卖的时候 那售价可就不一样了 每分钟两万美元 您买还是不买 那当然各地媒体是趋之若无 就这样 通过这个911事件之后 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 这个半岛电视台迅速散火 而他在报道战争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说 这个英美的精确之导炸弹 杀伤平民 很多的这个伊拉克儿童死于空袭 这些事情 这个英国 美国很多的政客给他恨之入骨 英国的每日邮报曾经报道说 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 跟英国的首相布莱尔曾经密谋说 咱们要不要把这半岛电视台给炸了呀 省得成年看他去反对我们发动这战争似的 西方的很多政客不喜欢他 那您说这阿拉伯世界是不是 很多人都喜欢他了 也不是 因为半岛电视台嘛 就是我有什么新闻 报什么新闻 而且记者们 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主持节目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在一次访谈节目的时候啊 这个嘉宾就对古兰经 甚至先知莫罕默德 提出了很多很多的 这种自己的评论 甚至伊斯兰世界女性地位 这些话题也都讨论了 这在伊斯兰世界 是不能碰得尽力 所以说 这伊斯兰世界里面 尤其是那些保守派 对半岛电视台也是恨之入骨 甚至骂他们是美国和以色列的走狗 当然恨他们的人有多恨他 那爱他们的人也就有多爱他 到了后来半岛电视台被誉为什么呢 中东的CNN 你比如说埃及 很多富人啊 那是全年订阅这个半岛电视台 这个节目 很多穷人订不起啊 那怎么办 去餐厅啊 加油站这种地方 去看这种免费的半岛电视台 这种节目放送 哪怕这些节目 有的时候是过期的录像 得看得津津有味 所以他们的受众 非常非常的广泛 久而久之 半岛电视台就成了 卡塔尔的一张名片 到2017年的6月5日的时候 沙特联合也门啊 埃及啊 这几个五个国家 联合对卡塔尔断交 这几国关系一度陷入危机 到了6月23日 局势趋于缓和的时候 沙特提出了几个要求 其中一个要求是什么呢 停止半岛电视台的播出 这卡塔尔当然是没有答应 就这样 这一提到卡塔尔 可能很多人就不太知道 但是提到半岛电视台 他的大名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不过他作为一个传统媒体 在现代这个时代当中 做的也是越来越艰难了 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自媒体 他的这种崛起 很多时候第一手的资料是自媒体 他去发布的这种传统媒体 失去了这种灵活性的优势 第二他毕竟是卡塔尔政府背后背说 而卡塔尔毕竟也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 所以很多时候 这个会给他惹来麻烦 你比如说2020年的时候 美国就要求半岛电视台 他去注册 国外法人不让你去采访 那2021年的时候 突尼斯在比赛大 突袭了这个半岛电视台 驻突尼斯的这个总部理由 什么呢 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所以传统媒体在这个时代 想去采访 写出有价值 有深度的东西 还是挺难的 半岛电视台也不能免死 但即使这个样子 我们说卡塔尔以67万的人口 这么一个小国 却打造了这么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电视台 这背后的原因啊 当然跟卡塔尔王室 他的金钱支持是分不开的 而且这种支持是无条件的 但更重要的呢 还是这个电视台 秉持着专业的新闻团队理念 正是这种理念 铸就了这样的电视台 好 关于半岛电视台的故事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我是三喵 一个有温度的学家